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澳洲时间的12月2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共的情报头子熊光凯竟然是双面大鳄鱼 另外,温家宝、贾庆林在民主生活会上写信向习近平发难 在美国时间的12月27日 郭先生发了两个盖特小视频 谈的是中共前情报头子副总参谋长 二部部长熊光凯的事情 第一个视频,他十几次无法上传 且郭先生的手机被黑得不能启动 发了一晚上,最后才发出来 看看在第一个视频里,郭先生到底说了什么 一,不要小看了爆料革命 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美国正义的力量 需要熊光凯 还记得当年刘彦平到纽约跟郭先生说什么吗 熊光凯当时是二部的部长 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管全军的情报 美国的非裔人,黄人,白人,他都认识 他什么人种的人都认识 比郭先生认识的人多多了 刘彦平还在电梯间趴在郭先生的耳朵上说 熊光凯什么都不用说 只要暗示一下,郭先生就会在大街上消失 即使习近平对熊光凯都要敬畏几分 因为习近平知道惹了熊光凯 那不是共产党范围内能控制的 那是世界的力量 干情报的和干黑社会的没啥两样 二,这位战友问郭先生咋知道他跟熊光凯有关系 郭先生回答说 你给我打电话,你给我说话 你给我提过几件事 我就知道你和熊光凯有关系 我当然要查你,了解你 你只是他的代言人之一 资产代持之一 为什么?所有帮助熊光凯代持的人 第一,得有把柄 第二,他能控制住你 第三,他一定有办法监控你 你知道你跟我通话后 我电话出现什么情况吗? 我的电话迅速被黑 后来你再次通话又迅速被黑 你说你是搞工程的 但我问你基本的工程问题 你都不懂 三,你帮助共产党 共产党一定控制你 一定监控你 美国人要用熊光凯 这些年很多情报来自中南坑 总参二部、三部 以及安全部、统战部 都是花钱买来的关系 你给钱,人家也给钱 美国人还给孩子喂来 给庇护、给护照 而给共产党给熊光凯卖命 每天活的呢 就是胆战心惊 天天害怕 四,这位战友过去两三年 帮了爆料革命很多事 他提供的资料是熊光凯 那部分人所拥有的独特特权 和情报能力 变相帮了爆料革命 这位战友现在绝对安全 五,郭先生给这位战友的建议是 跟美国、欧洲政府及北约合作 把这位战友所知道的手中 拥有的全部都交给美国、欧洲政府和北约 这位战友会换买一生的安全 六,王岐山和熊光凯定期见面 熊光凯有五房的小妾 但都称熊光凯为表哥 他们都给熊光凯生了孩子 爆料革命现在已经用完熊光凯了 第二段视频 郭先生讲了 熊光凯在美国 在世界各色人等中 都有认识的人 非常厉害 熊光凯是一个真正的 双面的大沼泽地理的变色鳄鱼 这两段视频加起来 郭先生说的就是 知道熊光凯很多秘密 并为熊光凯带持资产的人 过去给郭先生提供过很多情报 现在到了安全的地方 并且要把他知道的所有情报 交给美国 欧洲政府和北约 熊光凯像杨洁篪 吴征一样 是双面间谍 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的熊光凯 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 我们认为一定是忠于党的 原来呢 也是两面通吃 所以共产党的这些人 都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 党和国家是被他们利用的 但他们呢 却给老百姓灌输 爱党爱国的概念 其实呢郭先生以前就谈过熊光凯 是在2017年的5月15日 听听那个时候 郭先生是怎么谈熊光凯的 郭先生最尊敬的国安部副部长 马建的老领导 就是总参二部的姬胜德 是前外交部长姬鹏飞的儿子 姬鹏飞在做东德大使的时候 排养了熊光凯 但后来熊光凯把姬鹏飞的儿子 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 给弄到监狱里去了 判了死缓 姬家称熊光凯为四眼狼 熊光凯最大的爱好是收藏石头 他的石头至少能值300亿美元 当年的熊光凯 因刘花青军委附主姬家的事情 成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是唯一可以24小时去江泽民家的人 人人都怕他 海军驻外使馆的武官 争着给熊光凯送石头 中国的军舰潜艇 都是以外访的名义一箱箱的往回拉石头 送给熊光凯 其中一个800公分的翠 切了个脚就值几十亿美金 熊光凯腐败的程度 对军队的影响远远超过郭伯雄许才后 再看看2017年5月份 刘延平在郭先生家里 是怎么谈熊光凯的呢 关于这个录音 还有个典故 当年中共派国安部纪委书记 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组组长刘延平到纽约 劝郭先生放弃爆料 刘延平偷偷的录了他与郭先生之间的谈话 好回去交差 没想到刘延平在机场时被FBI扣住 FBI把所有刘延平身上的东西都给了郭先生 后来呢 郭先生在2017年的9月17日放出了他与刘延平之间的部分录音 在谈话当中 刘延平对郭先生说 你在YouTube里说熊光凯玩石头 熊光凯爱的你哪根筋了 熊光凯掌管军队情报多少年了 他在美国多少关系 不比你郭文贵深厚 你说是官方的军界的还是民间的 是白人黑人还是华人 你说你这说话没边了 说句题外话 也就是在郭先生2017年放的这段谈话录音中 使我了解了 以前只在电视剧里才见过的 帮面撑胸道地 背后捅刀子的 原来呢 在我党的高层干部中是如此的通行 看刘延平在谈话中对郭先生是多么的好 劝他少惹麻烦 熊光凯其实你郭文贵能惹得了的 一副为你好的老大哥模样 实际上呢 在外面有另一支杀手队伍 已经在准备当中 在12月26日 郭先生在discord群里回答许多战友的问题当中呢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条 我在这里说一下 郭先生说 留学生目前看来没问题 要想尽一切办法 在西方合法的留下来 不要回国 若是党员的话 就很难说了 据郭先生所知 日本欧洲的几个国家 一系列对华人留学生的举措 可能更加直接粗暴 大家务必小心 在12月26日 郭先生还有一个盖特视频 在视频中 郭先生说 中国布置的全天下最多的监控系统 卖出监控武器 结果共产党被自己的监控系统彻底拿下 美国掌握了共产党绝对的灭绝人寰的 人类大屠杀 种族大屠杀 还有制造病毒的证据 郭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本来的监控系统是监控老百姓 或者监控制造病毒这些人和地方的 结果这些监控系统不知以什么渠道被美国拿到 成为了共产党犯罪的证据 在2020年的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民主生活会 郭先生说 在民主生活会上 有人发信质问习近平能否控制得住 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 还有金融危机 银行挤兑危机 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暴乱 路德呢 在12月26日的路德时评中 爆出写信质问习近平的人是温家宝和贾庆林 因为这两人跟习近平的关系不一般 这两人是都有恩于习的 习近平是贾庆林推荐给江泽民的 帮助习上位的 温家宝帮助习近平拿下了薄熙来 帮助习近平真正扫清了他救皇位的最后一个障碍 这两个人出来 不只是代表他们两人 还代表党内很多不想等死的人 而习在民主生活会上 把信的内容全部否决 就等于习这个总加速时要一脚油门踩到底了 最后再说一说其他比较重要的消息 在12月27日林物的发推 Jeffrey Epstein在2010年3月22号的航班上的名字有 Robert就是那个首席大法官 是从棕榈滩到奥克兰的飞行日志 2010年9月29日 Robert出售了辉瑞的股票 允许他参加到药物招标和疫苗伤害的案子的指控 看来林物的掌握了Robert不少的信息 Robert在劫难逃 二 据TheGatewayPandic.com报道 Sidney Powell发布了270页的外国势力 干预2020总统大选的舞弊文件 但问题是这些共和党议员会距离力争吗 三 在12月26日 FOX的鲁道伯报道 商务部已经把77家额外的中国公司 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放入黑名单 这些公司将接受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 四 Patrick Biden说 TheMini投票机通过无线卡 再通过WiFi连到了中国某军控企业 来自中国的硬件 已经把美国联邦和州的网络基础设施都控制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